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个巨大的奇怪的异物 由此她也面临着致命的生死危机 那个阴影是什么呢 女孩又能不能逃脱厄运呢 首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女孩 就是她 小英 一个广东女孩 病发的时候只有23岁 这样的好年华 小英自然也是青春靓丽 笑颜如花 可是一切的美好却戛然而止了 不到两天的时间 小英就变成这副模样 她的左脸明显变形 颧骨外突 并且左眼眼球也不能向外转动 同时左耳也几乎失去了听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小英在家人的陪同下立刻就去了医院 但是检查结果却犹如晴天霹雳 在小英的脑袋里出现了个巨大的异物 大小达到了7乘10乘12厘米 几乎占据了整个大脑的四分之一 她就像一个芒果一样直直的插入了小英的颅内 也正是因为这个异物的出现 才让小英颅内的神经被压迫 导致她出现了一系列口眼歪斜的症状 那这个医务室上面 医院判断这是个罕见的巨大的颅底肿瘤 并且按照这个肿瘤的大小判断 它有可能悄悄的长了10年 到现在已经包裹住了小英脑袋里 60%的血管和神经 更糟糕的是小英这个肿瘤 甚至还有着进一步长大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不亲眼看到 亲眼取样化验 那小英的这个肿瘤到底是恶性还是良性 就无从知道 才23岁就要面临这样的恐惧 不难想象小英心中的痛苦 那么小英就这么没救了吗 一个月后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来到了北京 踏进了同人医院 在这里她遇到的医生 是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家亮 跟她父亲沟通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父亲一定是不甘心 不甘心 还是想想做这件事 我就又把她和她母亲就请进来了 我说如果你要是觉得你面前的张大夫 你看着还行 那咱们就大家一起试一下 试一下 尽管这很有可能会面临失败 尽管这很有可能让张家亮原本顺风顺水的职业生涯出现缺害 但是张家亮说呢 他愿意为了挽救小英努力一次 决定做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尽快确定手术方案 神经外科 口腔和面外科 耳鼻喉头颈外科 以及眼肿瘤科 开始对小英进行联合会人 首先大家讨论的就是手术的切口问题 我们前面也说了 小英的肿瘤太大 并且是自上而下占据了脑袋的四分之一的位置 所以从哪里打开口子 从哪下刀 这就成了手术是否成功的基石 经过讨论 张家亮他们考虑了一种相对来说成功率比较高的方案 那就是直接在小英的面部开刀 在医学上 这叫微博式切口 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能看到手术的切口大 手术的时候呢 医生能看到脑袋里的这个视野也就大 这对于完整的切除肿瘤肯定是大有帮助 但是或许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切口跨过了小英的脸 这么一来 就算是以后整容的技术再好 估计小英的脸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模样了 大家可能会说了 这样的手术方案未免也太残酷了吧 年轻女孩子毁了容 谁受得了 但是反过来想 为了救命 也只能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是张家亮没有想到 当她把手术切口的这个方案告诉给小英的时候 这个年轻的姑娘竟然是这么回答的 我第一个是选择肿瘤全天 第二个选择的是保障功能 当时这么大的手术功能肯定会受损的 我知道 第三个我才选择的是容貌 虽然说23岁 还没结婚 还没谈男朋友 容貌对自己也很重要 如果命都没了 容貌还有心的 是啊 如果命都没了 还谈何容貌呢 而在小英的心里 她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 能够让张家亮等医生呢 更加的全心全意的把精力放在肿瘤上 不需要有太多的顾忌 可是小英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张家亮听到她的选择的那一刻 心里都却有了其他的想法 女孩子 22岁 23岁 就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不单单要看到一个病 还要很多情况下 你要考虑她是个人 治疗完之后 这一个患者 他要有社会生活 治疗的目的不是让他单纯地活着 我们是要让他有社会生活 有社会生活 就是意味着他有对美的追求 他要有自信 他要有骄傲 古人说医者 忍者 不仅要医病 还要医心 让病人真正远离病痛折磨 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 所以张家亮很快就同其他科室的医生一起 计划了第二套手术切口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从小英的颈部开刀 这样一来 小英的面容就肯定不会受损了 但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何其难 到底有多难 张家亮打了一个这样的比方 不能够直视 很多情况下都是 从地下室要去装修三楼的天棚 看不见一层二层三层都什么样 没有窃口 那你就需要从下面往上掏 从一点点爬楼梯去做 尽管难度很大 但是张家亮以及其他联合会诊的医生都认为 应该为保留小英的容貌 拼一把 先尝试从小英的颈部进行切口 时间来到了2017年5月16号的上午8点半 小英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 而手术室内 口腔和面外科 神经外科 耳鼻喉科 口腔科 眼科 麻醉科等 8个科室的11位医生和2位护士 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正在等待着小英的到来 很快 无影灯被打亮了 麻醉完成之后 医生们开始在小英的头部 下额和颈部画出了手术中有可能要开刀的位置 手术刀也被拿了起来 这一场关乎生死的战役一触即发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将一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北京同仁医院的手术室里头 小英的手术已经开始了 做好手术切口标记之后 首先上场的是口腔和面外科的主任医师 刘敬明团队 刘敬明按照第二套手术切口方案 首先在小英的颈部横向打开了一处 长约15厘米的弧形切口 决定从这里自下而上着去寻找流体 短短一个多厘米 刘敬明却花费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刘敬明解口完成 这个隐藏了十年的肿瘤 第一次暴露在了大家的眼前 它挺硬的 有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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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膜可以 家亮 一会咱们送个冰冻看回到底是什么 冰冻也就是病理分析 之前我们也说了 小英这个肿瘤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 从影像检查的是无从知道的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检验 确定肿瘤的性质 才能够进一步确定接下来的手术方案 所以刘敬明没有迟疑 准备划下一刀 对流体进行第一次分块切除 可就在下刀的那一刻 谁都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流体的切口突然喷出了大量的鲜血 来来来快拿针线 那个线能带过来吗 那个线握 这细细细跟上 那颗血就冒出来了 到什么程度啊 没到啊 就是手术室那个手术间那个天花板 那个程度 但是呢 已经呢 手术那乌影灯上都有了 流体大量出血意味着什么呀 初不估计 张建亮觉得小英的出血量达到了600毫升 这对于一个正处于麻醉状态的 正在进行脑部手术的患者来说 那几乎是致命的 果不其然 还没等刘敬明和张建亮他们止住血 血压器的警报就响起来了 护士报告 小英的血压正在下降 收缩压60 舒张压只有30 临床上这样的血压 完全可以被诊断为低血容量的休克 谁都没有想到 手术一开始就出现了如此危急的情况 那血压上不来 那可能这台就是手术就失败了 谁也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失败 所以刘敬明呢 没有迟疑 迅速开始执血 好在很快呢 就止住了出血 应该不出了 我再看看 这种人 另一面 其他医生赶紧给小英挂上了血袋 开始输血 幸运的是 一系列措施下来 小英的血压开始回升了 但是张家亮和刘敬明的心 并没有放下来 因为他们知道 流体出血 还有可能是另一个征兆 一般的洪血充分的肿瘤来讲 老往意识着恶性的核心 恶性 相信这是谁都不愿意听到的一个词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不但是小英复原的可能性很小 摆在眼前 这场手术都有可能要重新开始 重新选择 从面部打开切口 因为目前这么一个小小的切口 并不足以将一个恶性肿瘤全部游离干净 到底该怎么办呢 要不要更换手术方案 在手术台上短短的几分钟 但是身为主导医生 那却早已经是死去万千了 幸好那边刘敬明已经成功的取得了一小块流体 作为样本迅速去做病例分析 不一会儿 这个病例分析出来了 结果是良性 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话 就可以继续沿着目前颈部的这个切口 进行手术了 刘敬明再次打起了手术刀 两个多小时之后 重要的血管和神经被解剖清晰 在口腔内以及和面部的这个肿瘤流体 被完全游离干净 刘敬明呢 也摘下了除病例样本外的第一块真正的肿瘤 足足重达200克 接下来 耳鼻喉透镜外科和眼科医生 就从刘敬明的手中 接过了手术刀 直到中午12点 也就是手术开始三个小时的时候 他们分别又取出了两块流体 至此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这个时候手术已经越过了全宫 往额头下方的这个区域深入了 真正进入到了侧颅底 在这场手术刀的接力当中 终于张家亮接过了最后一棒 这也是最难的一棒 为什么说是最难呢 有两方面原因 一个是在最深处的肿瘤 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颅底 这里有两条非常重要掌握着生命脉搏的血管 我们颅内有非常著名的两条血管 一个名字就叫井内动脉 井内动脉供应了颅内 一旦它切破了 止住了 是少数 止不住的话 那么就是病人轻则昏迷 重则当时就下不来台了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一刀生一刀死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 也不能触碰到这两根血管 可是我们再想象一下 张家亮需要动手术的这个角度 之前张家亮就做过比喻 从最底下的一楼打开一个口子 往上探 现在到了最顶部 那个距离实在是太长了 等于您是在底部装修 最看不见的那个三楼 对我在三楼 因为得低下头来 要向上看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 是啊 站在一楼非要够着三楼的顶 这不就是难上加难吗 并且炉底是炉内血管和神经 最为密集的区域 打个比方 那就是从石头里刨出鸡蛋 这肿瘤是坚硬的石头 而神经和血管 就是被石头包着的鸡蛋 张家亮要做的 就是既要把石头敲碎 清理干净 没有残留 还要保护好鸡蛋 不能受任何的损伤 但是张家亮这人嘛 有个特点压力越大 他反而越能沉得下来 张家亮稳稳的拿起手术刀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下午三点 距离手术已经开始六个多小时了 张家亮终于取出了最后一块流体 跟先前取出的三块流体放在一起 总共四块一撑 足有五百克 大一斤了 再接下来 又是刘敬明回到手术台上 他要做的就是把它打开的切口 再度缝合 这也是手术的最后一步 只要这一步顺利完成 中间不再出纰漏 整台手术可以说就算成功了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 到了下午四点半 手术室的灯光终于熄灭了 吃了 长达八个小时的手术成功了 只要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 可以说小英真命 这回算是保住了 更值得庆幸的是 小英的容貌也保住了 你还记得当他手术完之后 您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吗 记不住了 完全记不住了 他记得住 记者说 说你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是他在有短暂的意识的时候 印象特别深 他说你跟他说 容貌留住了 是啊 容貌留住了 命也留住了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们想想 那么大一肿瘤 百分之百准确无误的 从脑子里都取出来 其中那难度 不用我们用再多的言语来表达了 因为表达不了 在这里有一个数据 也许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二 那就是小英在整台手术当中的出血量 达到了四千毫升 这已经相当于人体所有的血液总和了 也就是说 小英几乎是把全身的血都换了一遍 这样一台手术怎么能说不惊心动魄 怎么能说不是一场奇迹 说后 小英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最关键的恢复期 然后小英顺利醒来 今天三月 小英再次来到张家亮这儿进行复查 得到的消息是 她已经完全康复 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 这个女孩终于又恢复了以前的青春洋溢 甚至脸上更多了几次幸福的笑容 这样的笑容让张家亮都印象深刻 她来已经二十多岁 好像是拉着她父母的手 我现在的女儿十四岁了 她很少都跟我们拉手了 我想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拉着父母的手 一定是因为开心 有个词叫绝境逢生 用在这里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小英当然应该高兴 但是小英并不知道的是 她这张手术的成功 还有个人同样也欣喜无比 那就是张家亮 张家亮从业二十多年 来到她手上的患者无数 但是她说 她永远都会记住第一次无法挽救病人 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而去的那份心情 我对我抢救的那一个病人 牺牲的病人 我到现在名字 她的病例号 我背得清清楚楚 二十六年前的事 我印象太深了 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 给她做抢救 就是没有过来 然后下班的时候 我就出门 就是我们楼下四十一路车 车停下 门开了 吓人又上人 门关上之后 车又开走了 再继续 我那个病人 他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了 那个命 手里捧的这捧沙 然后你紧紧握着它 它不一定都能在你手里 这一件事情 就是终生给你 留下的这种烙印 生命不再来 生命不再来 无论他是92岁 102岁 150岁 这也翻过去 再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张家老说 从那次之后 他一直严于要求自己 钻研业务 为的就是尽最大的能力 去保证 来到自己手中的生命 不再像流沙 一世 不再一去不返 所以 当小英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怀疑过 也担忧过 但是所幸的是 他坚持了下来 并且成功了 这对于患者来说 是生命的重生 其实对于医生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次 灵魂的洗礼 所以你做一个医生 如果你想到 如果你认真一些 如果你精细一些 如果你努力一些 我们这个患者 明天又出来了 外面这味儿 跟医院真的不一样 听了张家亮的话 似乎会有一种 很深刻的感受 那就是对于生命的敬畏 是 张家亮说出了 自己的心声 这又何尝不是 所有医务人员的心声 在疾病面前 我们人类是渺小的 但是我们做出的努力 却从来都是最伟大的 几千年来 人类一直在跟疾病 做着斗争 直到现代医学出现 我们一直在对生命 进行着更深的探索 与追寻 而作为医务工作者 他们一直都站在最前线 曾经 我们时而听说过 医患关系紧张的势力 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 经由医生那双手 得到挽救的生命 却早已数不胜数 这其中 有医疗科技进步的助力 但是更离不开医生 本身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毅力 所以患者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信任 医生多一份仁爱之心 多一份将心比心 或许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继续在医学上 有所突破 克服更多的医学难题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来楼方式告诉各位我们 让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 更多精彩内容 那么就请到各位应用市长 去下载手机交易代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